今天到明天的气象是如何呢 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鲁一 鲁一请说 是的 不管晴天雨天原是气象在你身边 欢迎来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 大家晚安 吉如意赶紧 今天是6月6号六六大顺的一天 但要是观众朋友像我一样 今天是忘了带伞出门 可能就没有这么顺了 首先是因为 华南云系东移水气增加的影响 今天各地或多或少 有一些飘雨降雨的状况出现了 不过这种地形性的降雨 雨时都不算太大 像是在和欢山 还有台中和平 一整天累积雨量大概在30毫米左右 我们比较需要留意的 则是在天气越来越热之下 山区的热力作用一发展 雨时就会变得更加剧烈了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图卡多了一个闪电 就表示这很容易出现一个小时 又超过50毫米雨量的这种降雨了 大家应该有发现 不论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地形性降雨 或者是午后雷雨 其实山区部落都是容易耗发的区域了 所以而且目前都是土石含量 山区的土石含水量都是蛮高的 很容易会出现滑坡还有摊放的状况 真的非常危险 再加上今天 花蓮秀林又有雨震出现 那么这个部分 也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那么这个礼拜接下来 大家最在乎的 应该就是端午的连续假期天气状况了 那么赶紧通过微信息图 一块来了解 而在昨天其实呢 是二十四季星当中的盲种 通常代表台湾来到梅雨季的后半期 也是梅雨封面达到最鼎盛的时候 从头高上来看 的确我们台湾周围 水气真正是相当丰沛的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 在海南岛的东方 南海这一片 这一块呢 就是新的一道封面系统了 目前距离台湾呢 虽然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注意到 在封面的前缘这一块呢 是一股新形态的对流银系 今天就是受到这股银系的影响 却在各地不定时的是出现一些短暂震雨出现 接下来到了明天 这一道封面开始往北抬升了 造成台湾附近水气会进一步的增加 那么我们从下一张图卡上就能看清楚了 未来的降雨趋势可以看到 从明天开始到廉价第一天礼拜六的时候 各地呢局部都会出现一些短暂震雨或是雷雨出现 甚至局部地区就是在中部的山区呢 开始要留意好大雨出现了 就是在这个山区部落的部分 就会是主要的降雨热区 而接下来到了礼拜天 封面系统开始逐渐的移动到北部的海面上 风场会转吹偏西南风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换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要留意午后雷雨的部分 而至于这些东南部地区呢 降雨就不止局限在午后咯 而对于这温度上的影响 只是封面目前呢从图卡上来看 大致是停留在这个位置 但到了礼拜日 封面会未往北抬升 那台湾附近的风场转为偏南风 气温也会开始跟着回升 明天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呢 高温大约在29度 而中南部地区高温来到30到32度 而至于部落里头更详细的天资资讯 一起来看问题整理的上海气象 屏东市自摩丹满洲最高降雨机会有7成 高温来到29度 泰武来一春日高温30度有5到6成的降雨机会 三地门窝台马家留意午后的瞬间性大雨 最高温30度有8成的降雨机会 高崇的原乡地区最高温来到29度 有9成的降雨机会 家里山气温落在14到27度 南逃仍爱于池水里及信义 高温26度有9成的降雨机会 台中和平是午后正宇的号发区 高温26度有9成的降雨机会 苗栗南庄试坦泰安 高温26度有4到9成的降雨机会 新竹关系尖15峰最高温27度有6到9成的降雨机会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高温26度有8到9成的降雨机会 宜兰的大同南澳同样留意午后正宇 最高温30度有8到9成的降雨机会 花莲的部分新城花莲市集案 降雨机会最高有9成高温29度 秀莲及万荣高温29度同样有9成的降雨机会 首峰峰冰最高温29度有8成的降雨机会 凤林光布及瑞穗最高降机会达到9成高温30度 浊西玉里及副里高温落在27到29度有8到9成的降雨机会 台东寒线地区最高温30度有8成的降雨机会 池上关山海端及盐平高温落在28到29度有8到9成的降雨机会 路易台东市集北南最高温30度同样有8到9成的降雨机会 南汇地区最高温31度有7到8成的降雨机会 赖地区基本落在25到30度之间 最后外岛连江金门及澎湖高温28度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应该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放眼周末了 因为要展开三天的端午连续假期 而天气状况在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礼拜六的时候 偏南风开始带来比较暖湿的空气影响之下 一来有雪气所以说山区午后热对流就会是当天要注意的部分了 而再来在温暖的空气一进来温度会开始的往上飙 不晒的时候其实全台都很有感的会比较闷热哦 而北台湾高温会占上30度以上 而来到了礼拜日开始也就是假期的第二天 水气还温度的部分都还会再稍微的增加一些些 所以说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假期真的是要有雨天备暗了 而且不论大家在哪里 雨山雨距都是大家必不可少的配备了 但是有下雨的时候可能还好一些 因为温度是比较舒适的 不过不下雨的时候 可以说就是又湿又门又热又粘的感受了 那么这就是到端午假期的天气资讯 听我给大家 那我们记得把时间交还给主播